昨天由魏德胜指导的影片赛德克芭莱在上海影城举办了新闻发布会 导演魏德胜带领演员林庆台罗美玲来为影片宣传造势 影片讲述的是1930年台湾原住民在赛德克组头目莫纳普道的带领下 反抗日本政府而发动物舍事件的故事 从今天开始 观众朋友们就能欣赏到这部凝聚着主创 过后工作者无数兴趣的震撼之作 您不曾了解的赛德克芭莱 对于魏德胜这个名字可能观众最熟悉的还是2008年的那部轰动华语影坛的海角七号 然而其实早在这部电影开拍之前导演魏德胜就已经在筹备赛德克芭莱 应该是说是因为有赛德克芭莱才有海角七号 不是有海角七号才有赛德克芭莱 其实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实验拍了五分钟的东西要准备要做赛德克芭莱 那时候的环境比较不允许 所以我们就转成一个先拍海角七号的那种规模 先做一个比较实验性质 但是又容易带动市场气氛的那种电影这样 其实这个梦早在12年前就根植在了导演魏德胜的心中 他甚至是不惜自逃腰包来拍摄了一个五分钟的短片 那就是电影赛德克芭莱最早的处形 我看到五分钟的时候我是更惊讶 其实五分钟里面它展现的是一个非常大气的一个运镜方式 不太像当时的剥片 就像跑来为一些骗子的一种拍摄 你去去现在回过头再去看五分钟的东西 你还是会有那个感觉 然而对于当时还没有名气的魏德胜来说 要找到投资去拍这样一部史实电影并非易事 这个梦也就此被搁置了下来 你最心爱的男人 家里的一家之主 他是这样子的过日子 其实你很痛苦 你希望说他可以 就是说他想要做的事情都可以做出来 但是他 他觉得说我有能力做这种事情 为什么没有人可以相信他 我那时候对塞德克拜这个案子 我是很有把握 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把它做得很好 一直也都没有人相信那个案子会有多好的可能性 但是我觉得我一定 我一定可以把它做好的 因为我准备很久了 我不是每天坐在那边发呆 我是每个镜头都想得很清楚 我要怎么做 战争要怎么打 什么东西都想好要怎么弄这样子 终于因为海角7号的大火成功 魏德胜终于在12年后有了圆梦的机会 2009年10月27日 塞德克巴莱正式开机 然而各种各样的麻烦也是接踵而来 为了在线物色街道的原貌 剧组搭建了一个仿真场景 不过台湾潮湿的天气 却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台湾でオープンセットを作るにあたり 難しかったことは 予定していた 組み立てたスケジュールと 全く合わないぐらい 遥かに雨が多かったことが 一番大変でした 台湾がこんなに 自然の状況が険しいところだとは 知らなかったし 甘く見ていたらな もうイメージが変わりましたね 一開始的動機很重要 一開始決定要做这个东西 之後的心理準備就已经是说 那是一場滴仗 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这个很困難 確实它很困難 当初在激化的时候 都想清楚了 这场当初很难打 有一票人在想说 那我们该不该打 那我们的想法是 非打不可的仗 怎么打 应该是这种想法 才能够往前进 那么多工作人员 那么多演员 在那边現場受伤的受伤 然后为了那些器材 要怎么弄到 我们弄了很多的时间 弄了很多的方法 去解决那些地形上的 环境的一些限制 去解决这东西 我们真的非常认真 历经了十二年的折服 三百多个日夜的拍摄 魏德胜带来的是 堪比好莱坞的史诗剧作 究竟导演的这份诚意 能否打动到您 还是请亲自去营店感受一下吧 那走拍又拍 那不在融成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